邓紫棋近日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 9日在广州首场演出 只见他穿着婚纱登场 不过一丝裙摆太长 让他不小心踩到 还从升降台跌落下来 一名工作人员看到就赶紧上前参幅 不过好在升降台和地面落差不大 因此他并无大碍 而之后邓紫棋就幽默自嘲说道 刚刚三万多人看着我在那里跌倒了 接着就鼓励大家 在有光的时候跌倒了 你还可以站起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温暖的言论 让大批网友看了纷纷感动留言 姐姐真的很棒 成为了很多人的榜样 在光里的孩子却是很幸福 在现场真的会哭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